大家好,我是当代牙医诊所叶利维医师 牙周病的程度,依照齿桃骨流失的状态 大致上可以分为轻度、中度、严重三个等级 在治疗方面,都是从第一个阶段 非手术性牙周病治疗开始 在中度或是严重牙周病的患者 他们面临牙周手术的比率会比较高 在牙周再生手术方面 医生可以借由手术的方式达到比较良好的手术视野 更完整的轻创 在齿桃骨缺损的地方,可以放入生物材料 使牙周恢复的更理想,延长自然牙的寿命 而这类比较精细的手术 建议由牙周专科医师来执行 可以达到比较良好的治疗疗效 执行